请找旧行见,扣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翔 我们一起读圣经历代之下 今天我们一起读历代之下第十八章 哇,历代之下读到第十八章了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就与雅哈结亲 这一句话内涵可是特别丰富啊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我们昨天读这个第十七章已经讲了 他这个大有尊荣之才不应该是目的 而应该是一个顺手得到的奖赏 是果子之一 是你寻求神 然后顺服神 去谨守遵行神的道 然后得到神的祝福 而这个祝福不应该是 目的啊 他是神的祝福的各种结果中的一种尊荣之才 可能有的人会有可能有的人没有啊 但是约沙法他有了是吧 大有尊荣之才 结果是什么呢 就与雅哈结亲 真是令人遗憾了 是吧 这个人这就是显出了这个人的这个本相啊 就是你 这人就是说 只要 顺风顺水了 哎 然后肯定就开始要 作怪作妖了 是吧 那他就跟 北国以色列王的雅哈结亲 雅哈是 北国以色列是非常有名的那个王啊 是吧 他的老婆是耶喜别呀 是吧 从西顿外邦人取来的耶喜别 然后这个拜偶像 然后他们的女儿 是吧 就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 啊 然后呢 这个 女儿就把他的母亲耶喜别的那一套就带到了犹大南国 然后导致后来约沙法的这个 后代是吧 险些就葬送在耶喜别的女儿的手里 险些游大国的啊 这个 这个 国位就被夺走 哎 这都是约沙法呀 他种下的祸根啊 就与雅哈结亲 你这个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共赴一恶 这个就是你是精神的 是吧 雅哈是不敬神的 你要跟他结亲 你可能想的是 是什么 哎 我来 改造你 你这就是什么 你这就是骄傲啊 你相信你 你觉得你是吧 挺厉害 是吧 你觉得你可以呢 就是去去改造别人 殊不知 你被别人改造了 被别人改造到 自己差点亡国灭中 这是多么的可怕啊 哎呀 这个不禁让我们想到啊 这个美国和中国 是吧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 他们都是基督教 美国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呀 是吧 哎 那么 他们那个时候 小球转动大球啊 尼克松 是吧 哎 一个乒乓球外交 是吧 然后建立了两国的关系 哎 然后呢 中美关系破冰 那个时候张爱玲就说 这就是美国的衰败的开始 张爱玲虽然不信神啊 但是张爱玲有common sense啊 有常识 你要跟魔鬼去勾兑 去打交道 去做交易 那你肯定是会被魔鬼反噬啊 然后再后来 是吧 哎呀 有什么帮助中国加入WTO 然后各种各种 这过来了 几十年下来 我们现在看看 美国的共和党们已经认识到了 我们过去几十年 一直在喂养 喂养那个中国 我们一直想用我们的啊 去影响他啊 然后推动他的 这个改革 让他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结果呢 我们非但没有改变中国 反倒让中国改变了美国 乃至中国改变了世界 要重写这个世界的规则了都要 特别是现在的拜登政府 因为他本身就是窃选上来的嘛 是吧 哎 然后呢 又他妈跟中国领工资 父子 父子是吧 这个家人 几代人 就是他那个卵蛋 是吧 被捏在习近平的手里 他 他怎么可能说捍卫世界的和平 怎么可能 他整天就搞LGBTQ家呢 是吧 他说 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共赴一恶 结果就是什么 你不可能 你根本没有那个力量 没有那个能力 你去改变魔鬼 是吧 你会让魔鬼吞噬掉你 感叹哪 一声叹息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雅哈 雅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 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以色列王雅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末吗 他回答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必与你同去征战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召举先知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四百个先知一口同声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干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急语 常说凶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 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干亚召来 这些内容其实我们比较熟悉啊 在列王记里边我们已经看过了 是吧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 已经读过的应该还有印象 那么这里就可以看到 就是约沙法好像还不错嘛 他真的是想来改变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嘛 是吧 亚哈想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然后他说啊 我跟你不分彼此 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我们与你是吧 我必与你同去征战 但是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在引导着他 让他求问耶和华 于是呢 他也就哎 亲家说了 是吧 招四百先知来问问 那我们大家要知道 以色列王那四百先知都是什么 都是他们自己选的先知啊 不是真先知 都是假先知 约沙法呢 心里门清 所以你看约沙法就问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他就说 你这四百个先知是你的 是吧 是你的先知 那我们去来问一下 耶和华的先知 耶和华的先知啊 是吧 只说 常说凶言 不说急语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的先知 是说耶和华的话呀 不是说 这个雅哈想听的话呀 是吧 那么 因为约沙法坚持嘛 是吧 所以雅哈没办法啊 只好说 那就去把他请过来 把他压过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 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巢服 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前面说预言 基南南的儿子西里加造了两个铁脚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照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极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极言 米盖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盖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盖亚 米盖亚呀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说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民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极语 单说凶言吗 大家注意到我刚刚读的语气了吗 是吧 这个这个是要注意啊 因为呢 这个这四百个先知 他们异口同音呢 都向王说几言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说的都是 取悦于以色列王雅哈的话 因为他们知道 以色列王雅哈想干什么 他想去建立功勋 是吧 所以他们就知道 大王您一定取胜啊 是吧 神一定要将那城交在你的手中啊 你一定要将他们都灭尽啊 是吧 这就是说因为什么 他想听这个 我们就要说这个 是吧 他们 这就是宁臣啊 是吧 这哪是先知啊 这都是宁臣 是吧 然而 然而呢 这个使者呢 也对米干亚说 你呀 也要 你不如跟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几言 顺着 这个王说 是吧 别自己找不痛快 是吧 米干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啊 但是呢 到了这个 以色列王雅哈面前 可能有人说 哎 米干亚 这不也是跟 忠贤之说的一样的吗 你注意我当时读的口气啊 有人说呢 你读的口气是一种讽刺的口气 我们听出来了 但是这是不是你猜想的呢 不是 为什么呀 你要看文本 你看啊 他说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王敌人 必交在你们手里 是吧 必交在你们手里 这个你们 他不是说必交在王的手里 是吧 交在你们的手里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啊 必交在你们手里 就能看出来了 再有呢 你再看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一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也就是说 雅哈雅哈是很知道的啊 你再来戏弄我 你再嘲讽我是吧 你用这种戏谑的语气来讥讽我是吧 你给我老实说 是吧 跟我说实话 耶和华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看上下文啊 所以后边他说的才是神让他说的话 什么呢 什么意思啊 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羊群没有牧人说明什么 说明国王要挂了呀 是吧 所以这里边这个什么 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你这个以色列王 你就是以色列这个众民的牧人呢 是吧 说这民没有主人 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国各家去吧 所以 那雅哈听了肯定心里不痛快呀 合着我要去打仗 我就要阵亡 我就要死了 是吧 然后呢 他就跟约沙法说 你看 我不告你了吗 这个人指着我说的音言不说急语 但说凶言 你看又这了又来了 是吧 米干亚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雅哈上激烈的拉末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 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 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 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 有人可能在这里就又犯又犯嘀咕了啊 就说 哎呀 这个神 是吧 这个耶和华怎么怎么会 原来这个欺骗 啊 雅哈的啊 这个这假 这些假先知也是啊 这个是 耶和华派谎言的 凌入了他们的口呀 是吧 那耶和华为什么呀 是吧 这个要做这样的事呢 你看 耶和华 让米该亚把这个话告诉雅哈 是吧 其实耶和华没有做那种 是吧 这个叫什么 钓鱼执法请君入瓮啊 不是 耶和华没有啊 耶和华明明白白的 这不是让米该亚告诉了雅哈吗 那如果雅哈要是顺服耶和华 要敬畏耶和华的话 那么雅哈听到这个之后 马上认罪悔改 是吧 马上请米该亚 是吧 这个向耶和华求告 那不就 一切 就改变了吗 然而 雅哈 没有 雅哈没有 所以说你就说啊 这个耶和华 已经派米该亚 是吧 来警醒雅哈了 来 来让他 知道 是吧 你有祸了 然而雅哈 不听啊 是吧 你看 鸡娜娜的儿子西底嘉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 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 米该亚说 你进严密的屋子藏夺的那日就必看见了 什么意思啊 你们现在都说一定会得胜到时候 国王死了 国王死了 是吧 回来你们这些假先知都会被捉拿鬼啊 是吧 那时候你就得藏起来 那时候你就看见了啊 以色列王说 叫你米该亚带回 交给 一仔雅门和王的儿子 约阿师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下在间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 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米该亚说 你若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 又说 众民呐 你们都要听 什么意思啊 大家一起做见证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耶和华的话 看看他到底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末去了 我们就会发现 你看在这里 当米该亚跟 以色列王雅哈讲耶和华的话的时候 约沙法也在场的 而且约沙法也知道米该亚是耶和华的先知 对不对 是约沙法让雅哈把这个米该亚找来的吗 是吧 是约沙法对那四百个先知 众口一词所说的话 是吧 表示 是吧 这个将信将疑嘛 是吧 但是 我们发现了没有 当耶和华的先知米该亚来了 讲了这个凶言之后 约沙法却并没有 进一步的阻止 他的亲家 以色列王雅哈 而是 他也选择了 只听几语 不听凶言 那么他让以色列王雅哈求问耶和华以及让他把米该亚找过来 其实约沙法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什么 走一个过场 走一个形式 在虚荒上 哎呀 表现出来 我敬畏神 表现出来 我跟你不一样 实际上 本质上 约沙法现在已经是和 以色列王雅哈是一样的 就是 只相信那几语 不相信那虚言 只相信自己的愿望 随从自己的欲望 而不听从神的心意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服 于是以色列王改装 他们就上阵去了 他们 是吧 你看 约沙法从始至终 他没有阻止 他没有说 哎呀 耶和华的先知米干亚说了 说了耶和华的话了 我们不能去了 是吧 哎 你不能去了 你要相信 他没有劝他 而且我们会发现 这个很有意思 你说这个雅哈信不信 米干亚的话呀 他信的 所以他才决定要改装上阵 我不穿王服 你为什么 不说我要死吗 是吧 我要穿王服 那他们就知道 那个是亡了 然后就是杀死我是吧 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这个神的命定 来改变先知的预言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人的那种骄傲呀 是吧 觉得好像啊 这个你上帝给我发了 这个警示了 是吧 是吧 这个前面 是吧 前面 前面是这个 这个是悬崖 是吧 哎 你要悬崖了嘛 是吧 如果你要过去 你就掉进万丈深渊了 那那怎么办呢 我把我眼蒙上 是吧 我把我 我不是悬崖勒马 是吧 我不是改悬更张 不是 我是找快步来 把我眼蒙上 这样我就看不见悬崖 看不见深渊了 问题是悬崖和深渊 他们仍然在那儿啊 你改装上阵 但是你还是要上战场啊 你还是要面对敌人啊 你还是没有听神的话呀 于是以色列王改装 他们就上阵去了 而在这时候 约沙法 那你如果约沙法意识到 哎 你看 你你心里 你实是是 有有这个恐惧 有不安的 那我们就听从先知的话 我们就不去了 没有 约沙法没有阻拦他 而是跟着他一起 他们就上阵去了 先是亚兰王吩咐 车兵长说 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 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 这就是人家的这个战略 战术就是什么 叫射人先射马 勤贼先勤王 是吧 我们就把他们的王 打死或者是抓住 是吧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 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以他征战 看起来这个 雅哈的轨迹 是吧 要约沙法要替他 挡枪了 是吧 然而 我们看 约沙法一呼喊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又感动他们 离开他 车兵长见 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去不追他了 这里表现什么 虽然约沙法这个时候肉体软弱 是吧 又跟亚哈结亲 又呢 这个表面上敬拜神 是吧 实际上是随从自己的欲望 他也想去打仗 获利 是吧 哎 然后呢 他就不听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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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先知的预言 是吧 但是在战场上 遇到极难的时候 这个约沙法一呼喊 呼喊什么 当然是呼喊神了 所以耶和华就帮助他 你呼救 是吧 上帝救我 是吧 耶和华就帮助他 就感动那些车兵长 就是让他们擦亮眼睛 一看哦 他原来不是以色列的王 我们要抓以色列的王啊 一看 他不是以色列的王 不费这劲了 是吧 哎 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 不与他们征战嘛 是吧 亚兰王这么吩咐了 我们就只要与以色列王 这个征战嘛 于是就转去 不追他了 约沙法逃过了一劫 这逃过一劫是什么 是耶和华在帮他 这耶和华 救助他 又 不是说让他 能能征善战 是吧 把气里咔嚓 把敌人都都都砍死了 是吧 不是 而是让这些 啊 车兵长 是吧 看清楚哦 原来他不是以色列王 就行了啊 又转去不追他了 有一人随便开弓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假缝里 王队赶车的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吧 那日 阵势越战越猛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 抵挡亚兰人 直到晚上 约在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而另一边呢 我们看 这个 以色列王雅哈 做好了精心的准备 穿上这个铠甲 是吧 脱下王服 穿上铠甲 结果呢 就亚兰人 是吧 随便开弓 什么叫随便开弓 根本不是要射他 就随便射 是吧 因为打仗的时候 可能就这样 拉弯弓 打箭 射出去 结果就恰巧射到他的 甲缝里 你如果射在甲片上 是还射不中的 是吧 射到甲缝里 然后就 受了重伤 受了重伤 他是想着赶紧拉我出阵吧 是吧 可是呢 却阵势越战越猛 根本呢 就 出不去 根本就出不去 结果就 死在了镇上 日落时分就死了 耶和华的话就应验了 所以你不要 去跟神作对啊 你不要想着 靠你的聪明才智 是吧 是吧 那是你不是说 会怎么怎么样 我来 我来是吧 这个这个防备一下吧 刻意 克制一下吧 不可能的 啊 神的这个时辰定了 是吧 而且神已经给了你悔改的机会了 你可以的 是吧 你如果听神的话 向神认罪悔改 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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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是可以免于一死的 是吧 或者说你可以 你可以延长的 你的 你的这个受审判的 这个 这个时间啊 其实我们回想那个在猎王记里 其实已经是有写记载嘛 就是对雅哈是一言再言啊 同样啊 如果你是吧 就是说你觉得啊 说什么 这个好人没好报 坏人没坏报 是吧 这怎么回事 不是不报 是时辰未到 是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等待 就好像一棵树长大需要多长时间 是吧 你不会说你要马上就怎么样 是吧 那那树就长大了 你不是 是吧 不是说马上的坏人就死了 是吧 不是 所以呢 你要知道啊 这个上帝 他有上帝的时候 是吧 上帝的时候 是吧 到了就成了 无论是成好 还是成坏 那就是栽种有时 是吧 收获有时 是吧 堆拘石头有时 推倒石头有时 所以啊 要保持敬畏啊 哎呀 这个这一章啊 就是讲这个先知米盖亚 和以色列王雅哈之死 啊 米盖亚的预言和雅哈之死 但是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有约沙法参与其中 啊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雅哈王结庆 是吧 约沙法表面上说啊 去叫耶和华的先知来 我们要求问耶和华 但是当耶和华的先知说了 预言之后 约沙法却随从雅哈 与他仍然一起去上级里的拉摩 当然了 这时候耶和华仍然呢 还是看顾雅哈 也看顾约沙法的 也于耶沙法遇到极难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是求呼救 向耶和华呼救 耶和华就帮助他 可是我们会发现 你看那个雅哈 当被射中了之后 他仍然还是怎么样 不呼求神还是想着靠自己的靠自己的智慧 有多少人在神的管教 管教中 不断的管教 管教管教 结果却是神给你教训 给你上多少多少堂课 你就是不认真听课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是非常遗憾的 同样 我们现在呢 你看美国 美国现在啊 被神管教 是吧 哎 然后可是我们看到美国呢 真的是 又是LGBTQ家 是吧 拜登啊 什么又急又又急 LGBTQ的那些孩子 也都是我们的孩子 还用这种什么呢 虚假的这种仁义 说谎话 他明明实际上是在残害那些孩子 他明明就是为了收割选票 他却表达说 哎呀 我们是爱他们 爱他们本来的 那是他们本来的样子 那不是你们把他们改造成那个样子的吗 你在残害孩子 撒谎 是吧 哎 那么另一方面呢 你看现在就另一方面对川普进行猎物 今天呢 真的是我 我这个录节目为什么录完了 因为我一直都在一种啊 悲愤啊 这个义愤啊 这个之中 但是我也相信 是吧 那么他们啊 这样的来 就是作为总统川普是有这个权力啊 他是有这个权柄 他是符合这个总统这个法的 是吧 然后他把这个文件解密 可是呢 FBI 民主党控制的FBI 却要怎么样 却要给他以默许的罪名 要对他进行起诉 同样的 拜登啊 什么彭斯啊 是吧 什么奥巴马呀 什么克林顿啊 甚至希拉里呀 是吧 都有这样的文件的事件 甚至当拜登啊 什么彭斯啊 什么这些人 他们是副总统的时候都 带走 没有权力带走 他们都带走 而且还不好好地看管 什么放在这个箱子里 放在这个车库里 是吧 放在车库里 放在这个中国城里 放在自己的是吧 这个长久不用的办公室里 都是办得干的 竟然没事 而川普呢 是吧 作为总统有权力 解密任何文件 而放在自己的海湖庄园 严严实实 挤到锁 锁起来 却说他违法 还要起诉他 真是啊 这个就像今天很多人 说凯文马卡西 是吉姆乔丹啊 甚至还有川普自己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他妈的真的是 这最黑暗的一天 又又又来了 是吧 因为前面说起诉川普 什么什么什么强奸 那种莫须有的 已经是最耻辱的一天了 现在又来了 最黑暗的一天 这个罪应该应该说 没有罪了 只有更啊 还有更黑暗的时候 为什么 他们就是想阻挡川普竞选 2024吗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川普 因为他们就是害怕川普 再把美国夺回来吗 再重新拯救美国吗 是吧 因为 川普 爱美国 是吧 川普爱美国人民 川普他 不愿意看到 这上帝之城的堕落 所以我今天啊 我们家斯丁文也很激动 很愤怒 是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相信 他们越是这样 对待川普 猎屋 是吧 美国人民 醒来的就会越多 就会越支持川普 我在这个前面 有两个多小时 我都我都没有录节目啊 这是真的很生气 然后我就在推测上啊 就是转发了一些保守 保守保守保守这个 这个派的帖子啊 然后 买 凯文 买卡西的啊 然后还发了川普的演讲啊 然后还发了这个 吉姆乔丹 在吉姆乔丹的这个 说他这是美国最黑暗的一天 是吧 愿上帝保护川普 然后我也给他 留言 是吧 就是说 这个他们越想阻挡川普 川普越能够成功 是吧 让愿 这个 这个 上帝保佑美国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啊 结果呢 就引来了一批 美国的小将 红卫兵 啊 白卫兵了 是吧 哎呀 这个是被 被这个民主党 是吧 这个 这个洗了脑的 我一看他们的首页 是吧 一看看一下他们的主页 那些人 LGBTU的 BMM的 哇 都是什么 什么 我只相信科学的 拜科学教的 我的天 然后就给我 我就跟他们进行了一 一场又一场 是吧 给他们 我说你们的脑子被洗掉了 是吧 你们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历史 也不了解现实 是吧 然后呢 他们他们就来什么 啊 你你你你怎么样 你的上帝如何如何 我说你你你你有没有读过圣经 是吧 哎 我说你根本就没有读过圣经啊 我希望你能够读懂圣经 希望上帝啊 能够开你的智慧啊 说啊 这个这个上帝不会保佑犯罪啊 上帝不会保存 我说上帝连你都保佑 哈哈 哎 然后呢 结果还有还有 一个啊 马上就给我看了我的那个什么 你是中国人啊 你原来是一个五毛 是吧 你怎么怎么样 哎 真的是啊 人性都是一样的 看到了没有啊 不是只是中文圈是这 乌烟瘴气啊 英文圈也是同样 而且这些人一上来就是什么感叹号 是吧 这个问号 然后各种表情包 就是就是跟呢 这个中文中文推里边 中文圈里边那些那些五毛 那些监狱里的犯人 真的是一 真的是一个德性 哎 哎 所以人性都是一样的啊 不存在说什么外国人就真的比中国人就要高级到哪去啊 哎 这些无知的人呢 是吧 不读书 没有文化 然后呢 也不了解这个圣 圣经啊 不认识神 不认识上帝 不认识真理 是吧 然后呢 却啊 这个福音于啊 民主党的这个 洗脑 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民主党就是美国的另一个共产党 懂不懂啊 基本常识 哎 哎 我要好好学英语啊 是吧 要进在英文的世界里要去教训这些白左左 哈哈 美共啊 OK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是Rose金翔 今天是2023年6月9日 这是一个奔神恩待的日子 每一个日子都是被神恩待的日子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以处 希望大家为川普祷告 为美国祷告 为世界祷告 爱你们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PayPal 赞赏我 支持我的施工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